第二回合請注定 有些菜名常讓人摸不著頭緒 像是四川菜老皮嫩肉 它明明就是豆腐料理 為什麼要取名嫩肉呢 A 騙小孩有肉可吃 B 窮人家想像在吃肉 我的答案是 B 鎖定 這些就是菜色菜譜的典故 這個也是你研究的範圍 不在我研究範圍 那我就放心了 我覺得B這個解釋的話 會讓我覺得還滿 具有普遍性的 就是說小孩可能真的有小孩 不喜歡吃肉 然後可能有小孩喜歡吃肉 他不一定 但是窮人家普遍 他可能在那個年代 連米飯都沒有得吃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肉是拼起來什麼味道 可是形狀上面很像的時候 他在吃這個食物的時候 有可能會感覺到有一些安慰 所以我覺得B好像聽起來比較合理 棒 請揭曉 搞定 老婷那如果知道菜 其實真的挺可愛的 因為早年困苦啊 所以呢 並不是家家貨物都能夠吃得起肉 所以呢 他們就乾脆拿豆腐去炸 而且還是要用兩百二十度以上的高溫 去油炸 才有辦法呢 萬蘇內軟 然後外表變得皺皺的 那就看起來呢 因為很像老皮嫩肉 嬰兒得迷 薇薇姐 該妳了 還是一百到一萬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請出下一題 凡爾賽文學是一種用貶低自己的方式 讓別人誇獎自己的技巧 發明這個詞的人是從哪得到的靈感呢 A 韓國偶像劇 B 日本漫畫 我的答案是B 日本漫畫 不假思索是怎麼回事啊 因為凡爾賽文學好像是來自於 中國網路的一種用語 然後我在想其實影響中國的這個 青少年比較深遠的 應該還是日本的漫畫 雖然我不確定是哪一本 但我覺得 會不會是凡爾賽玫瑰 對 有一部很老的日本漫畫 以前的卡通 你會不會也看卡通看漫畫 對 不錯喔 而且我印象中好像沒有喊過偶像劇 跟凡爾賽有什麼關聯的 臨時想不太到 請介紹 漂亮 沒錯 就是凡爾賽玫瑰的這部漫畫 那這部漫畫真的是一代人的經典 那其實領頭就是講到 像這種十八世紀的流行很奢靡 很浮誇 但是有點華而不實的風格 那現在有些人講話的時候 你明明他是要稱讚自己 但他前面會故意的掀扁一下 好像感覺很困擾的樣子 比如可能像陳哥他可以說 我金鐘獎獎座實在拿太多 我家裡都沒地方放了 這就是凡爾賽 你沒有講啦 我幫你 就是照一個例句這樣子 我覺得你例子舉得不好 厲害 蕙蕙姐 一萬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好 堅持 他不見得會按出一朵花來的 五千元 五千元 他還在屏東沒出發呢 繼續 請注意 好 堅持跳成呼吸非常重要 日本研究指出 想要有更佳的運動表現 怎麼呼吸會比較好 A 用鼻子呼吸 B 用嘴巴呼吸 我答案選A 鼻子嗎 因為我覺得嘴巴有時候呼吸的量 會落差很大 然後像我自己是有過敏體質 從小就會被醫生告知的時候 盡量不要一直都用嘴巴呼吸 因為如果你長期鼻塞 沒有去吃好的話 他就真的不會好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用鼻子呼吸 會比較合理 請揭曉 好 其實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很多人都習慣用口來呼吸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口呼吸的時候 可以釋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 也會讓我們的身體覺得比較舒服 可是根據研究發現 當運動員他們嘗試從口呼吸改成 是用鼻呼吸來進行運動的時候 當他們的身體可以耐受 更高濃度的二氧化碳的時候 他們的運動表現就可以晉升到 下一個層次跟階段去 同時其實當你用鼻呼吸的時候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的體內 釋放出更多的一氧化碳 所以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的細胞 獲得更多的氧氣 薇薇姐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妳弄一號幹什麼 製造緊張嗎 荒謬 一萬元 一萬元 繼續加油 請出下一題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信仰佛教的人 他們會說 南無阿彌陀佛 這南無一詞原則為泛語 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A 依靠 B 相信 我的答案是B B 所謂 我其實對佛教比較沒有研究 但是 妳對什麼教有研究 武教 我對台灣民間信仰 因為像我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 像陰神的信仰 萬善公 有陰公 十八王公 對 然後還有姑娘廟 對... 所以 但我覺得好像相信看起來是一個 比較能量的詞句 所以我 絕對可能是相信 請介紹 好 我們來拆解一下 南無阿彌陀佛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阿彌陀是佛的名號 是要來尊稱這個無量受佛 而南無呢 他其實呢 他是在這個泛語當中 代表著你要依靠投奔 所以就是當你呢 真心的信仰 這個阿彌陀佛的話呢 你才能夠得到佛陀的加持跟保佑 答理先轉移 孝順 答錯就對了 要不然你以為 因為怡文姐是來這裡 來換個位置睡午覺的 你以為坐在那邊都是在睡午覺的 好 加油 孝順 對不對 是 孝順姐該你了 好 請出題 同時也是電子郵件當中垃圾信件英文 請問會這樣命名的原因是什麼 A 都一直在重複 B 都對人有害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鎖定 午餐肉對人有害 沒那麼健康 Good 那幹嘛有一個 都一直在重複的選項呢 我是說重複來的信件 就是垃圾郵件 那每天你刪都刪不完 所以一直在重複啊 對啊 所以A啊 B 請揭曉 謝謝 陳哥提醒 好 午餐肉呢 英國人啊 他們曾經有一個時期很常吃 那吃到呢 別成他們的這個 常常會把它拿出來 嘲諷的一種對象 那到底呢 為什麼這個Span 同時呢 代表了午餐肉 又代表了垃圾郵件呢 其實啊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在二戰時期喔 英國他們收到了很多 來自於美軍的援助品啊 都是這個午餐肉罐頭 常常一直吃 一直吃 每天一直吃重複吃 吃到真的很厭倦 也很膩了 那這種感覺呢 就像是垃圾郵件一樣 不斷地發送 不斷地寄來 但是對你又毫無益處 所以呢就 英國人愛自嘲的個性 就把這兩個東西 做了一個連結 不好意思 達哥你睡比較 繼續 我們 我們讓年輕人發揮一下 好的 沒問題 余婷姐 請注定 遺傳學的研究發現 天生聲音高或低 與基因視力有關 聲音偏高的人 更容易有什麼疾病 A 精神疾病 B 心臟疾病 我的答案是B 心臟疾病 鎖定 鎖定 不假思索是為什麼 主要是時間快到了 那你也可以猜精神疾病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聲音可能比較高 所以可能就是你知道 我不知道 這邊比較窄 聲音高所以這邊窄 然後就會影響到你的心臟 請介紹 恭喜答對 其實這只是單純解疫了基因學以後 發現這個基因的奧秘 因為我們的聲音高低 是出自於有一個A B C C 9的基因 而同時這個基因序列 它也會去影響到我們的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其實當聲音高的人 他往往在心血管疾病上面的功能來講 並不是這麼的好 所以就剛好都是由這個基因序列來做決定的 不過另外他們也發現 當然我們的人呢 他的音域的寬宅 其實呢 跟我們的性格也會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當然聲音比較平淡 比較這個就是比較單調一點 比起那種聲音域很廣的人 他往往呢 口語表達能力會更好 閱讀能力也會更佳喔 陳鴻怡 今天的最後一案 第二回合的最後一案 一萬在不能提示位置 請選擇 邏輯錯誤 三千元 你很棒 三組獎金 周治平跟范怡文目前還是加油 加油 齊玉婷還有 陳鴻怡 是一萬六千元 李葳薇 李文成 三萬兩千元 贊助你接 對 謝謝 答題權繼續 請玉婷準備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趕快來訂閱喔